这钻石怎么是这个颜色呀 来挖一下 18颗加强钻石 先看下咱们绿宝石 23 现在挖完是多少 33 两颗就10个 18现在变成30 哎呦 加强矿石真的好兄弟们 然后另外 我们的黑曜石已经挖的足够数量了 折补钢矿 挖碎了 我的稿子挖的等级可能不太够 然后那边也是一个地牢 我想过 哎呦 还有一颗钻石 咱们别浪费 另外咱们已经100个 黑曜石就把那个任务给领下了 这个可以得到一个 红雾之稿 绝对比我们这个稿子要舒服得多了 呀 按键也是没给咱们顶上 我们还得自己找这个 等价交换的按键 然后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 记得先评后看养生习惯 哪怕一个表情包也能为夜风增加播放量 充能 那充能我们自己给它调一个键吧 呃 就这个键 然后其他功能就是 就是这个键 然后转换模式就是这个键 OK 咱们这属于是手动改了啊 手动改了 因为它这里不涉及这些功能 我们得让它这个出现这些功能 另外我昨天还看了一下这个模组的教训啊 专门上原作者那个底下去看了 我们想升级 想提升 用我们曾经那种方法是绝对不行的啊 想直接靠吃零食 不太可能 我们一会儿必须得找一个村庄 然后找到那个老者才行 哎 村庄没找到 朋友们 找到了咱们之前玩原初修真的时候 遇到这个市场 那这块是不是也可以换那个我们的 呃 灵精 可以在这里换 然后可以直接吃对不对 先做个坐标 修仙 呃 小屋 嘿 因为之前在这里边换过很多东西啊 所以这个还是要留个坐标的 我们继续找村庄 等我零食多了 然后到这就可以换了 或者拿那个妖兽 妖丹 你也可以换 哦 终于找到村庄了 兄弟们 这个应该就是村庄了 拿着它 找到它 上善绝 哦 可以换功法 金刚功 长春功 烈火功 加威 谢夫的加威 阅读功法内容 哦 得换了才行 也就是我们得有书 果然 找到村庄 我们得用这些功法 才能成为修仙者 哎呀 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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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么多老者 啊 这就是老者了 兄弟们 已经找到目标了啊 这是制图师 老者就是普通村民 那我们现在就是 先把转化之后做出来 这样我们才能复制书 做个坐标 老者村庄 哎 老者村庄 我们给它坐标 坐上绿色 死亡点就不要了 这些死亡点 咱们直接禁用了 呃呃呃也不要了 然后现在回到咱们自己家里去 往往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 那老者不会再打我 看一下 等价交换啊 需要一个闲者之时 就给一个转化桌 这么简单吗 那赢十分 咱们自己家里都有的 然后钻石 那钻石我也有 太简单了 我觉得我马上就要进入 修仙时代了 OK 转化桌给了 给了以后 这儿 二十个 啊这个 小K斯 买 这个也买 金苹果卖进去 再买点红石 转化桌是不是这么多的 啊 围两圈嘛 二十个 便携式给我们省了啊 它这个任务里边 出了大量材料 我们就不用 嗯 嗯 我想起来 是拿石头做的 哈哈哈哈 嗯 好久没玩了啊 这个两天不玩 就忘了怎么合成了 好 现在我们就合成出来了 任务再次完成 便携式拿给我 哈哈哈哈 有了有了有了 然后瞬间给我们 获赠红物汁十个 生物果卓球要什么 给一个妖黄百里 哇 创造模式龙石 那这得开创造才能拿到啊 你这不斗我呢吗 这根本拿不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